11月5日,刀狼团队抵达澳门,上万刀迷到机场迎接,起火爆成度比南京还夸张,热情的刀迷们在街上一起大合唱,这场面实在是太震撼了,演唱会还没开始,澳门突然增加几十万人,高铁,机场接人的地方人山人海,航空公司也是忙得不可开交,一架架飞机排队起飞,全国各地的刀迷怀着激动的心,颤抖的手以及满心的期待来到澳门,迎接刀身的到来,澳门整座城市都飘荡着刀狼老师演唱会的气息, 商场的大屏幕,街边的广告栏以及酒店住宿的展板,到处都能看到刀狼老师的宣传海报,澳门闻旅看到上千人没有预定到酒店后,高效的调配资源来妥善解决每一位粉丝的住宿问题,澳门闻旅真的是太用心了,刀狼老师的澳门演唱会注定要刷新历史,当初一万六千张门票开手时,九秒就卖空了,网友们表示,不要问我为什么喜欢刀狼,就凭曾经有人说过刀狼唱的歌只有农民喜欢听,我就喜欢上了刀狼,因为我也是农民, 这一句农民拉近了我们与刀狼的距离,刀狼的音乐一响,生活的酸甜普辣直接涌上心头,压抑的内心也终于得到释放,明天就是刀狼老师的演唱会了,让我们共同期待明天的盛况吧,祝刀狼老师澳门演唱会圆满成功。